为什么我们三位就聚会 你们两个都有脸 我要马赛克呢 三个人的故事就有点没问题 是不是张力荷找的人排了那个是不是 既然两位镇主都这么肆无忌惮地 舞到大家面前来了 那可就不要怪我们开课了哦 其实大家也只是没想到 在宁安儒闷正片中 雷克道江雪宁和谢威的CP 确实在团宗中被狠狠填到 尤其看到剧中判案果断的刑部官员张哲 并欺负到最后只能和一旁的假学定非苦笑 而一旁露露子和牛牛自动开辟出小情侣结界 瞬间一个团宗变炼宗 真正让柯卫宁的观众们直呼糖分超标 而与此同时还有点心疼弟弟王兴月 当初在拍摄期间和张灵鹤白露一起出去聚餐 没想到狗仔只想看两个小情侣甜蜜月饭 而把他马赛克了 如今一起录制团宗一直吃两位的狗粮 直播的时候还要被二位一起联手斗去 好事好事好事好吃 果然最后只有张哲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不过虽然王兴月剧里是些微的情敌 可在现实中却也是两人爱情的催化剂呀 牛牛经常逗王兴月 不管是言语上还是肢体上 都没放过任何一个调侃小孩哥的机会 而露露子虽然也会调侃 但看到牛牛欺负的狠辣也是要为小孩哥撑腰 就这么一来二去也能看到两人的互动明显变多啊 这部小孩哥提醒露露子鼻头脏了 但他却是转身去找牛牛 心疼我们的张哲大人